最关键 这位是如果你没有这个 而且没有是数字类的 你根本就不要再去想枢纽分析表 所以很多人想要一下跳枢纽分析 那你没有对的东西 你怎么去做后续的东西 除非说你已经有这个栏位了 但大部分都没有了 因为人家给你的data都是无序的 都是要你自己去整理的 所以你要怎么快速整理出来 变成可以用的资料 接下来我们可以用什么 插入刚刚的凶纽分析表 这个蛮重要的 然后游标放里面就可以了 它自动抓到这个范围 是不是这个范围 是按确定就可以了 记得一 先你把年次拉到这里 把年次拉到值 意思说我要根据那个什么呢 年次帮我算什么 但它预设是加总 因为你放的如果是一个数字 它就自动加总 但如果你放的不是数字 它就帮你算几个 因为刚好里面是数字 所以我们记得刚刚这边有没有值的栏位设定 请你把它改成 因为我要算几个 几年次的几个 所以它帮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58一个 59一个 61的两个 可是问题我不是要这个几年次几个 我要一个区间 就是如果50到59 10个一个区间 60到69 10个又一个区间 意思类推 那所以呢我可以怎么 记得关键地方在这里 把这个范围 按右键 把它做什么 群组 瓜哥没问过群组 有没有看到有个叫组成群组 有没有 组成群组意思说 如果我要是 就像我刚刚讲的 10个为一个group的话 那你就可以按右键 把这边里面的资料呢 组成群组按下去 他会问你说呢 你的群组要从哪边开始 我从50年次开始 以前我不管了 到几年次呢 到79好了 所以50到59一个range 然后60到69 70到79 反正我就要统计三个年次的人就好 其他不是重点 OK 建格多少 10嘛 这样就OK了 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以后回去可以试试看 这很好用的 我想你手边一定有一堆这种东西 很快的按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哦 它会不会马上帮我算出来呢 马上结果就出来 很困难嘛 我觉得就两三下 但是前提特别注意哦 就是刚刚讲的那些重点 就是哦 怎么样test 对不对 不会卡住了 没有 你总不能自己key吧 用value 不会形态 也不ok 然后呢你这个资料准备好之后呢 再插入枢纽分析表 那插入枢纽分析表 记得哦 你要统计的放列 你要算的放值 然后呢记得把加总 因为它是数字 它会加总把它改为项目 项目是算几个的意思 所以大概其实常用不外乎加总 不外乎算几个 ok 然后呢我们再用按右键 记得右键的位置 一定要在这个这个range里面 按右键有一个什么 组成群组 然后你就给群组的范围 50到79 每10个一个区间 这样就ok了 然后呢再来就把图画出来 画图超简单 这边不是有个画图 你要画哪一种图 他会问你说哪一种 我只挑图好了 这边有个箭头 我要这个只挑图 按一下图就出来了 好 就ok了 所以其实我是觉得 如果你要利用刚刚的这些东西 马上其实也可以画出你要的 当然如果你要把图放别的地方 或者换其他图的话 这边都还可以有其他的设定 你可以做很多的相关设定 甚至你可以画很复杂的图 没关系 图里面还可以有十千轴 有其他的XY轴资料 他可以放很复杂都没有问题 ok 所以请问也许 我们刚开始也许不要那么复杂 我们就把这个做完 那我另外如果你怕会做错的话 我刚刚这边也有做截图 所以枢纽分析表上面在ok之后 那你可以假设要做出像这样的图的话 记得就是这边有一个项目 然后底下的话按右键 把它设为群主 就ok了 这个我记得这个版本好像是在2007的吧 如果跟我们现在2019的好像差别也不是那么大 ok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ok 所以利用我刚刚的那个年次部分 如果我要做年次的这个比如说几年级升的统计的话 并且画出图表 那当然我们就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test函数 加上value函数 然后再加上 左卫的那个枢纽分析表 的群组功能 并且画出 插入一个这个枢纽分析图 其实理论上并不会花太多力气 好 试一下 好 试一下